Hello,你好,我是Frank,你的飞行夥伴 飞机上有紧急状况,你想知道机师要跟空姐说什么吗? 一般航空公司在训练机组人员都会练习在飞行中可能遇到突发状况的处理 例如飞机机件故障,客舱施压,火警,飞安威胁,有人受伤生病,转向等等 反正任何的特殊状况,机师要提早告诉空姐,让他们在客舱能够提前做准备 这也是机组人员之间互相沟通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那之前,如同机师在处理突发状况的时候,驾驶舱内有一些开关要先按哦 所以这时候请你按下赞、订阅和小铃铛哦 好,这一集主要延续我另外一个影片,飞机上怎么用无线电求救 如果你还没看到那个影片,建议你先去看 再回来看这个影片,这样会比较容易懂哦 现在假设你是这台波音客机的驾驶员 你在飞行中遇到的左引擎是我 你和旁边的驾驶员做完了紧急处理程序之后 两个人讨论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 无线电就可以跟航管求救了 那例如说,你这台客机的呼号是Blue Air 1 航管也是澳洲的布里斯本中心Brisbane Center 你的位置在布里斯本西北边 大概280海里,一个叫做Kalpi的航点 高度34,000英尺,航向330 然后你和旁边的驾驶员决定转向布里斯本机场 加上放油,预计大约70分钟之后可以落地 然后一个引擎没办法长时间保持34,000英尺的高度 所以你跟航管说你要下降到21,000英尺 那你会跟航管说 Mayday, Mayday, Mayday Brisbane Center, Blue Air 1, Engine Fire Expect Divert to Brisbane, Position Kalpi, Flight Level 340, Heading 330, Engine Fire Under Control Request Direct Brisbane, Descend Flight Level 210 而航管会说 Blue Air 1, Brisbane Center, Roger Mayday Clear Direct Brisbane, Descend Pilot Discretion, Flight Level 210 就是它收到你的资讯了 然后你可以随时下降到你要的高度 后续就回到一般无线电对话的做法 例如你还要再下降 再找个地方放油 做进场准备 机场地面需要什么设备待命 你再跟航管讲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切入这个影片的重点 机师你总得告诉后面的空姐发生什么状况吧 这样他们才能够进入状况 依照空服员程序去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 比方说 做厂长会跟所有的空服员做一个简报 分配工作 调整服务流程 提早收拾整理客舱 另外就是后续当你透过广播 告知乘客状况的时候 空姐们也才有个心理准备 可以回答乘客的问题 那机师你要怎么告诉空姐呢 当然你可以讲得很吓人 比方说 我事情大调了,引擎着火了 你也可以讲得很轻松 例如说 啊,背机有点小问题,没事啦 OK,要下空姐是真的 但你还是要把正确资讯告诉他们 一般航空公司在这类状况下 是由机长直接联络座商长 有些航空公司叫做客舱经理 一般就是透过广播的方式 请座商长马上进来加傻商一趟 例如 KP Manager to the Flight Deck 或是 This is the Captain Hers of the Cockpit 不同的航空公司用的字可能有点不一样 但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让所有的空服员 听到机长现在请座商场进来驾驶舱 会有重要事情要交代 然后等一下 坐舱长会有重要事情要交代给每个空服员 所以大家准备各就各位 那坐舱长进来驾驶舱后 机长会以一个自制格式把资讯告诉他 然后让他再传达给其他的空服员 之后再回报给驾驶舱 在业界常用一个方法叫做NITS简报 英文的说法就是NITS Briefing 机长一把这个开头讲出来 坐舱长就会拿个纸笔 准备把重点抄下来 NITS是NITS 四个项目的意思 N就是Nature of Emergency 紧急状况是什么 I就是Intention of Pilot Command 机长接下来要做什么 其中可能包含的需要空服员们做什么 T就是Time Available 可用的时间有多少 这个时候会顺便对下手表 确定大家对照的时间是一样的 S就是Special Instruction 特别的指示或考量 例如 会不会用到迫降姿势 Brace position 紧急逃生 Evacuation 等等 但坐舱长把这些资讯抄下来之后 机长你会请他讲一次给你听 这样是确定说彼此之间没有误会 当然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 也是这个时候顺便提出来 回到我们这台客机的例子 如果你是这台飞机的机长 你可以这么说 透过广播请坐舱长进入驾驶舱 Cabit Manager to the flight deck 这时候美丽漂亮的坐舱长进来了 你就可以微笑跟他说 然后美女打招你了 我有好消息跟坏消息 你想听哪一个 坏消息是被计坏了 我们今天不去台北了 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提早下班了 然后外站寄贴又可以多拿一些了 OK 送你一个礼物 Needs briefing 准备好了吗 N Nature 狀况是坐引擎失火 我们处理完毕 飞机安全了 I Intention 我们要转向布里斯本机场 预计正常的进场降落和滑行 可能是停空桥或停停机坪 现在还不知道 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Time 预计在70分钟降落 扣掉进场10分钟 一个小时 这样让你们准备课长时间够吗 好 我们手表对一下时间 现在是几点几分 S Special 特别四项 就是飞机要放油减轻重量 所以如果乘客在窗外看到 油从机翼里面露出来的话 你可以跟他们说 这个是放油程序 不用担心 好 这样子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OK 麻烦你把NITS的内容 讲一次给我听 嗯 100分 美女 你超强的 OK 那麻烦你们准备一下 好了再告诉我喔 拜拜 这个就是飞机上遇到状况 机长会告诉空服员 资讯的一个基本格式和内容 如果你今天驾驶的是小飞机 只有乘客没有空解 你也是可以用NITS做基础 把资讯传达给你旁边的人 让他们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或者是可以怎么彼此协助 特别是旁边是有小孩老人 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的话 OK 那现在可以请你去按分享或留言 说说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应用NITS简报 或是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趁这个时候 在留言板告诉我喔 祝你飞行愉快 我们下次见 拜拜